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本教材可以在我们新爱情的公众号以及微商城中购买 下面我来为大家来讲解这本书的第32首曲目 《玛丽有之小羊羔》 这是一首需要双手来配合演奏的曲目 我们看到第二行和第三行都是一个大谱表 大谱表就是指它们是由左右手共同完成的 就是在这一行的最左边有一个类似大括号的记号 我们在之前的课上介绍过 这样的大括号指的就是上面一行右手演奏 下面一行左手演奏 在之前的曲目中我们大多见到的左手都是一些刮奏 就是一些并不需要太多技巧的一些伴奏 从这首曲目开始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遇到这种左手是有具体的音 要在具体的节奏中去演奏和右手非常相似的一些元素一些音了 这时候呢就非常要注意左右手在节奏上的配合 第十小节呢是第一个出现左右手配合的小节 第十小节呢右手是一个咪 然后左手呢是在第一拍的后半拍有一个小搓 然后第二拍有一个小搓 这个小节怎么去弹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左手中呢其实第一个音是一个休止符 就是一个零的记号 但是呢因为这个音虽然左手是空的 但右手是有音的 右手是有一个大搓 咪的大搓 所以呢它的整体的节奏就是 咪的大搓 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大家对应的不是很清晰的话 我们可以拿笔补助的就是把上左右手 就是上下行两行的这个曲目来对应的画一条线 就是比如说在这一小节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大搓的咪 和下面那个零画一条线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零的位置其实右手是有音的 就是右手弹奏大搓 然后左手是休止 就是这样弹的 下一个小节呢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换了音 然后呢在第十二小节呢就出现了变化了 就是它是这样弹的 我们右手呢是一个很常见的节奏性 而左手的伴奏的这个小撮呢出现在了这一小节的最后半拍 那么呢其实这个半拍呢和右手的最后一个收是组成了一拍的 就是这是一拍第二拍是它其实四个音是布满了整个小节的 我们可以数一二三四是整个铺满了一个小节的 在下面的左手的这个伴奏中呢一样是需要注意这个问题的 在第十三到十五小节这三个小节中呢 左手都是一个后半拍的一个伴奏的音形 就是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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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右手又有旋律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就是左右手做一个很好的配合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一样我们可以用笔把这些位置连起来 比如我们以十三小节为例 十三小节的右手第一拍呢是一个负点 而左手呢是一个后半拍的一个节奏 所以它实际的演奏是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把下面的这一行的这个左手的小撮 和RI前面的一个位置画一个线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对位了 而后一拍呢就是一个很工整的对位 就是右手是 然后呢左手的这个DOMED小撮和右手的RI是同时出声的 连起来就是这样弹 随着练习呢我们这种左右手的配合呢会逐渐的越来越默契 我们需要去练习的时间呢就会越来越短 很快呢就能去拿下一个需要左右手配合的曲子了 下面呢我就来完整的给大家演奏一下 玛丽有只小羊羔 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认真练习的同时呢 能够感受到一点童年的快乐 我们下期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